不是,至于这么逗他吗? 师祖您老人家,何必做得如此明显,多少也得留点体面啊? 哪怕自己稍后再立一丁点功劳,比如背几万岁仙子过云路,帮地府度化一点女怨魂,把变装封尽先例扔天河,道祖做出一副颇受感动的姿态,给他补上了此前所欠的功德之力,那也算是回事。 可现在,他太白惊心,不要面子的吗?他稳教教主,不用再红黄混的吗? 金光之中,李长寿长身而起,面露正色,修长的身影挺拔利,抬头直面空中晶云,面容不怒而微,气势不强而胜。 侧旁灵鹅眨眨眼,有些不知自己该说点啥,做点啥时,李长寿已是朗生大喝。 谢师祖体谅弟子修行之不义,处世之艰难,降下无边功德。 弟子为天庭抛头颅洒热血,为师祖排忧解难,那都是道门弟子的本分。 硬气!空中金光缓缓消散,诸多祥瑞也消失不见。 李长寿站了一阵,背影略微有些萧瑟。 传声让在灵兽圈偷吃烤鱼的熊灵力外出,打发走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仙神, 又默默躺回了唐义中。 灵台功德池再次到了八成满的程度。 李长寿算了下,根据自己所力功劳,对天地稳定的贡献,屡次降下的功德来看, 刚刚给自己的,就是此前欠下的。 天道至公无私,道祖也不是骗小孩的,说给的肯定给,不过给的时机,全凭道祖把握。 李长寿给自己到新蒙上两层结界,又将小穷风各处大阵开启,顺便开了附近的遮天大阵, 这才在心底咬牙切齿骂一句, 就尼玛离谱! 这也太打击他这个普通权臣的积极性了。 算了,不算又能怎么办? 对道祖是不敢对的,以前觉得自己只要顺势而行, 在天地变革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在百分之八十的事情上心想事成。 可一步步走到了今日,李长寿才发现,限制颇多,提防颇多。 他参悟出的均衡大道,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在于自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成了天地间最大的变数。 若是利用得好,甚至可以用来均衡,限制,监察天道。 坏就坏在,根基太弱,没什么积累,必须借天道和天庭起事。 如今走错一步,就是僵局。 师兄! 灵鹅端着那后天极品功德,逃命灵宝兽额缩凑了过来。 这里面的功德,还能抽出来不? 不能,李长寿苦笑一声,不用担心。 唯兄没事,就是有点郁闷。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稍后做些韭菜,陪我喝一杯吧。 嗯…… 灵鹅赶忙答应了声,捧着梭子,收起自己的专属堂椅。 驾云,赶去湖边灶台。 虽然在世兄郁闷的时候,开心有点不太妥当,但此时,灵鹅嘴角止不住的笑意。 整个人飞起来,都变得清零清快了许多,飞出单房附近,还哼起了愉快的歌谣。 李长寿 十分怀念白大厨。 腿归腿,丧归丧,不能活成小矮样。 李长寿很快调整好心态,将功德今生之事忘却,开始物色用自己的功德,在炼制什么法宝。 不算老是借给自己的灵宝,此时他手中几样宝物,能拿得上台面的只有沙发较强,潜力无限的小鹿神枪,以及出其不意偷袭专用的穿心锁。 自己最理想的,是炼制一两件防御类灵宝座底牌。 此前所想,给云霄的小衣,其实难度颇大,仔细考虑并不实际。 男人嘛,基本都会真现火。 但衣物类宝物最难炼制,并非搞一些布料缝起来,搞点浮露上去,就能有防御效果。 李长寿当年在方阵倒卖丹药,打击自家杜仙门丹药生意时,曾见识过真正讲究的仙衣仙裙。 每一根丝线都刻画着筑灵、聚灵、固灵、光效类静置,用这些丝线编织成宝衣。 每一根丝线的静置互相连通,相辅相成,整体发挥出卓越的效果。 这是门学问,没数百上千年的经历琢磨不透,自己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沉浸此道。 云此时还身在劫中。 李长寿自存,虽已有御帝陛下给的旨意, 但依然解决不了三霄同命的问题。 云霄手中的厉害宝物,翻来覆去也就混元金斗。 九区黄河大阵阵图,金交简与附龙所,自是要给穷,必来用。 若今后上阵斗法,入节应变,很容易就相形见处,不够用。 混元金斗攻防兼备,九区黄河大阵也是困阵,此前追杀昆鹏便是手持着通天师叔的清平剑。 话说回来,通天师叔为何不照自己过去? 此前说好要用昆鹏,这都三十多年了,为何反倒没了消息? 且说正是自己要送云霄礼物,不如就搞一件功法法宝。 冰刃,亦或是板砖。 李长寿看着自己的这些功德,不由陷入了沉思。 他最擅长练制的,当然是指导人。 其次就是小穷风防御体系中最核心的十倍灵气炮,当年差点轰了大法师的单防主炮。 刚好,自己得了某前辈万分之一的底蕴,宝材方面不缺,还可以随时去兜率宫中寻求技术支援。 整一个灵气炮,端庄温柔的云霄语人斗法时,在袖中端出一杆灵气炮扛在肩上,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轰出一条毁灭黑线。 李长寿思索一阵,眼中有亮光闪烁,起身跑回了单防中,身影顿入下方密室。 两个时辰后,深周飘着一支支玉盘的灵鹅,驾云自湖边飘来。 师兄呢?他左右张望一阵,就听到了李长寿的传声。 先在门前上桌,马上过来。 唉,灵鹅答应一声,熟练地在门前驾起矮桌,摆好铺团, 将仙力拖着的一支支玉盘摆成花瓣状,并为师兄蒸了杯酒。 李长寿很快飘来,手中端着一面玉符,目中带着几分思索。 本准备了几个话题的灵鹅,见状顿时明白自己要乖巧安静一点,师兄应该是在思考什么大事了。 果不其然,李长寿吃菜喝酒时,一直盯着手中玉符,主动与灵鹅聊起了炼气的一些常识,师兄妹还仔细探讨了一阵。 师兄,你再给云霄姐姐练制法宝吗? 嗯,李长寿笑道,倒是瞒不过你,过来看。 灵鹅答应一声,抱着自己的蒲团挪过去,贴着师兄坐了下来。 李长寿手指在玉符上倾点,那玉符之上流光环绕,鲜光凝成了一幅立体图样,就是李长寿在设计的百倍灵气炮。 此炮看似其貌不扬,只管是长筒炮,前窄后宽,但其上法器构建,竟多达上千,这些法器又组成了完整的法宝。 百倍灵气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指对灵气的利用率。 李长寿笑道,若普通金仙对灵气的利用率是一,那百倍灵气炮的意思,就是对灵气利用率一百。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此道不能与你多说,以免影响你后续修行,你了解下就可。 炼气是用灵气,大多是将灵气纳为己有,于体内化作法力,随道径提升,对于自身大道贴合的灵气利用率会显著提高。 在同等数量的前提下,法力越精纯,先力越纯粹,神通和法术的威力也就越大,对吗? 嗯,但灵娥你有没有想过,从灵气到法力,本质变了吗? 灵娥眨眨眼,表示这个问题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而且师兄认真起来的侧脸好好看。 没变吗? 没有变化,打出去的神通,法术,最后还是化作了灵气。 灵气本身损耗十分微小,普通金仙,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灵气利用率。 李长寿露出淡淡的微笑,我此前布置小穷风大阵时,曾琢磨过如何将灵气的能量完全引发出来。 灵娥你将两面镜子互相对摆,再留出一定的角度,将一束光照入其中,反射两次就可原路返回。 若一缕灵气连续进入特殊的法器通路之中,就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出较多能量。 这就是灵气炮的构想。 不过当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我决定稍后就去找老君请教。 灵娥呆呆地看着,李长寿眉飞色舞地讲着。 灵娥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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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笑 目中满是感慨 接下来 就是找地方去打一炮 是一是真正的威力了 说走就走 李长寿本体 戴上这杆长炮 偷偷溜出太白宫 连玉帝化身都没告诉 用了个假身份 飞出了五不舟之地 虚空之中 李长寿设来一座山岳 布置了一层 曾廉价但坚固的阵法 作为靶子 将百倍灵气炮 放出 远远打了一炮 山岳粉碎 在那道漆黑 散发着一道道 紫色光湖的光柱面前 这座山岳和阵法 只坚持了半顺 若非李长寿收手及时 这道流光打出去 万一撞到一座大千世界 说不定就是多少生灵死伤 嗯 威力不错 随之 李长寿回返天庭 选了个黄道吉日 又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正是 为这赶长炮 注入了功德 让李长寿有些意外的是 这么大赶炮 只用了自己三成功德 就无法再继续吸呢 李长寿细细体会 似乎是天道给予了限制 再强容易破坏洪荒生态环境 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天地损伤 适可而止 人要懂得满足 毕竟 只是给云霄用来防身 偷袭的沙法宝物 融入了功德后的长炮 整体宛若金色流离 旗内流转到到鲜光 炮口散发着灰色道运 一些关键部位的炼制 都是由老君亲手完成 一气工程结束 接下来就是从便携 手感 精准度 隐秘性等方面入手 精益求精 这益求精 又是十年岁月 山中年头来去匆匆 李长寿修行 炼器之余 也持续关注天地大事 为平静的天庭保驾护航 三千世界征战不停 圣灵死伤却开始得到控制 大战尽虚空 已成了各方势力 都需要遵守的规矩 五部州非但没有因为 灵山吃亏而安静 相反变得无比喧闹 终神州有越来越多的 先宗打出真火 为捷运所称 三教先宗 最近二十年内 覆灭六家 非三教先宗 最近二十年内 覆灭十九家 先人乱战的惨烈程度 可想而知 不少不愿斗法的高人 远遁三千世界 那里半数区域相对安稳 南州 北州 与四海宁静无视 凡俗商国老老实实 传宗接代 在天道庇护下 朝那个年代不断推进 四海龙族的问题 却是愈发凸显 随着时间推移 龙族在天地间 再次站稳脚跟 不少龙族权贵子弟 龙族忠心 没出什么力气 如今有了底蕴 却开始自我膨胀 李长寿也有些头疼 对这些龙族顽己 若下狠手 显得自己不仁义 似是在过河拆桥 可若任由这些龙族膨胀下去 龙族一场灾祸 当真无法避免 四千想后 他也只能给龙王写几封信 让蕴蕴带着去劝一劝 可惜 老龙王沉迷枯燥 对此也没什么回应 此事最为难的 便是蕴蕴的 这位老父亲 龙族的大家长了 李长寿 对此也只能继续观望 并不想过早出手干预 稳妥起见 天庭对龙族的种种奢靡作风 也要多谴责谴责 总算 一件法宝 折腾了二十五六年 吉人教教主 化身太上老君的炼器手段 李长寿的奇思妙想 浪前辈的遗产支持 李长寿拿出了 自己较为满意的成品 后天极品功德灵宝 百倍灵气奴 洪荒中没有炮这个概念 李长寿灵机一动 就整了个奴的名 小穷风灵狐旁 李长寿将一可缩小成 半丈长的灵气炮 扛在了自己尖头 像模像样地比划着 灵娥 看 想向你云霄姐姐 扛起这宝炮 微不微风 霸不霸气 灵娥眨眨眼 小声说出了自己二十多年 都不敢说的话语 师兄 你确定云霄姐姐 会喜欢这种造型的宝握 李长寿明显一正 将宝炮用仙力拖着 自己在旁边端向一二 还特意拿了个女版纸 道人出来 试着扛了下 这 倒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送礼物主要考虑 是对方喜欢不喜欢 灵娥忙道 只要是师兄送的 姐姐那么温柔 肯定都喜欢的 送炮给仙子 这也不像话 李长寿抱起胳膊 一阵端向 看了眼自己的功德池 以及那完全没耗费 多少的浪前辈之遗产 帅气地打了个响指 既然如此 那就搞个拳套 啥拳套 斗法法宝 于是 百年后 三仙岛 李长寿驾云慢悠悠地飘来 穷霄和碧霄 早早去了迷雾外等候 双方一见面 李长寿就从袖中 取出两只锦盒 说着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让两位仙子笑竹颜开 一口一个姐夫喊着 将李长寿引入三仙岛中 碧霄嬉嬉笑着 姐夫 你这么多年不来岛上见姐姐 有没有带什么宝物呀 带了 带了 李长寿笑道 不过此物干系重大 不能随意示人 稍后只能给尊姐过目 穷霄哼道 小气鬼 明明就是没准备 李长寿笑而不语 并未辩解 他这次 可是专门为送礼而来 入得三仙岛 寻至仙阁前 正在修行的云霄 被穷霄喊醒 自窗台见到李长寿的身影 却是不经意间就笑了出来 道一句 你且稍等 我简单梳洗下 便低头回了规格中 脚步轻快 布置了几层结界 换了身素白典雅的长裙 穷霄和碧霄 稍微挤对了李长寿几句 就说笑着去别处玩耍 但仙石都锁定在了这边 李长寿在仙阁前静静等了一阵 选中了三仙岛的一处沙滩 作为稍后的展示地 目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老橘 辛苦了 感谢被关在太白宫的梅文化等四枚 提供了形象素材 能造出这种东西 也是他此前没想到的 考虑到洪荒斗法的残酷性 以及各位急速选手 李长寿特意增加了各种大阵 并将自己的微型阵法理念 完美融入其中 怎么突然过来了 云霄那温温柔柔的嗓音传来 将李长寿的瑕丝打断 李长寿笑道 这不是担心你缺了法宝 特意炼制了一剑 给你防身之用 云霄不由露出几分微笑 道 我有金斗可用 已是不缺了 你留着就是 你前路还有劫难 我在天庭也就只是居中调和 李长寿探出右手 咱们找个僻静之地 他伸手的动作十分自然 云霄却是微微犹豫了下 方才端起一只柔仪 放在李长寿掌心 两人相邪而行 去了李长寿此前看好的沙滩 李长寿又动手布置了两层阵法 三道结界 让云霄经不住更为好奇 此宝非同小可 算是天道允许下 我能做到的极限 全城都有老君出手相助 切记 此物只能你来用 万万不可给穷霄或者必消 便是他们满地打滚 也不能软了心肠 若是滥用 会出大因果 听李长寿如此一说 云霄更是好奇 云霄问 哪般事物 怎得让你如此紧张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件衣物 也可以把它 当作一个特殊的分身 看 李长寿左手一番 掌心拖着一只巴掌大的玉象 这玉象 却使云霄的面容 云霄的身段 身着长裙 栩栩如生 云霄见之颇为欣喜 但它笑容还没来得及绽放 李长寿轻轻一抛 这玉象宝光大作 飞到百丈之外 身形骤然膨胀 下一瞬 一只两百丈高的玉象 静静立在沙滩上 整体呈现玉石质感 自上而下 内内外外涌动着一缕缕凌厉 阳光照耀之下 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 细看之下 却见其内满满的静止 浮露 这是 李长寿笑道 自混沌海得来的宝物 半数用在他身上了 言说中 李长寿张开手掌 对准着玉象侧旁 掌心光芒涌动 嗡 嗡嗡嗡 玉象上下传来急促的响动 一层层光圈上下晃动 玉象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背后出现了一只只漩涡 东海之上的无边灵气 疯狂涌来 他举起右臂 一层坚固的防护阵法 瞬间开启 裙摆之下的仙腿 向前迈出一步 乾坤震动 十多重大阵瞬间展开 云霄都感觉自己仙力有些不畅 他抬起左手 掌心出现了一只黑洞洞的炮口 这是竹弩 威力最大 李长寿含笑解释 玉象抬起的手掌轻轻晃动 那一层固定的裙摆上鲜光闪耀 其上探出三百六十口略小的黑洞 全方位 无死角 喜欢吗 与你的九曲黄河大阵相配 堪称完美 李长寿温声问着 云霄 嗯 云霄轻轻汗手 看到了玉象又手臂上写着的 以一行小字 目中只剩下柔情似水 给最温柔的云 阿天 终神舟 二仙山 麻姑洞 正打坐修行的黄龙真人哆嗦了下 在悟道之时 竟打了个喷嚏 睁眼嘟囔一声 换了个洞妹大床房 继续闭目养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仇山 二仇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店 affection